Defles se gaspillers Such les belles choses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有趣的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何庭欢 周一到周五十一点零七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让人生得意虚敬欢 欢迎收听中广新闻网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生活有够欢 我是节目主持人欢欢何庭欢 我们同时也在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同步直播 手机也可以透过中广新闻报 跟直播平台Long Live的APP来进行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收听广播的同时 也可以来收看直播 也谢谢说Long Live里面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 已经涌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 那么节目一开始呢 世界新鲜事带您来了解世界各地 发生了哪些大小事情呢 我们首先呢要来看到 大家今天早上有看到嘛 早上十点的时候 行政院苏贞昌内阁团队总词 全员不戴口罩 那么因为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嘛 我们的这个肺炎确诊病例数呢 已经持续挂零 到了昨天已经是连续六天零确诊了 也是31天没有本土病例哦 所以呢 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陈时中他就说 这个是二月多以来第三次到了 连六零的关卡哦 国人如果能够做好这个个人防线 落实防疫的新生活将会逐步松绑相关的防疫政策 甚至还说啊 会有条件来开放 像是酒店啊 舞厅这些全部行业以及场所 不过呢 马上要这个登场的国中教育会考 最近因为天气实在是很热 所以呢 国中会考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还依照原本的规定 说要考试全程戴口罩呢 现在这个要不要戴口罩也引起讨论了 就有家长反映说 哎 考生规定这个戴口罩来考试的话 会不会太闷啊 那太闷搞不好会影响到考试成绩啊 但是陈时中昨天就已经明确表示说 会考牵涉到太多的不特定的人士了 所以呢 必须要全程的来戴口罩 目前是还没有规划要放宽的 只是尽管我们知道说 会考现在没有放宽这个戴口罩的规定 但是包括像是今天看到内阁总辞嘛 搭搭合照 还有昨天指挥中心 也都脱下口罩来主持这个疫情记者会 所以口罩解禁的声音呢 现在在各地也都响起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就看到哦 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讲说 要等到没有社区感染的疑虑 才会逐步评估是不是户外 户外开始开放这个不戴口罩 他也讲说台湾疫情趋缓呢 是一收难放 所以呢 会先以防疫优先作为专业的评估 室内是不是不用戴口罩 是最后讨论的项目哦 而至于室外呢 要等到盘石件事件过后28天 如果没有社区感染的疑虑的话呢 这个礼拜五才会决定说 要不要开放的部分 而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讲说 大家不能够因为部长不戴口罩就不戴啊 防疫还是需要小心的 目前规定呢是在这个室外有群聚的地方呢 还是希望能够戴口罩 那在室外呢比较空旷的地方是可以不戴口罩的 而室内呢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呢 就是你看有人跟人之间接触 像对欢欢有来宾来的话呢 欢欢也一定会戴上口罩的 那在这个室内部分还是提醒大家 应该是要戴口罩的 那么陈时中呢当天呢在室内没有戴口罩 但是呢记者会上面呢 其实他们都是有这个隔板来隔着 一切还是要以小心为宜 如果继续延长到四五十天都没有本土病例的话 才会再考虑放宽放松这个相关的限制 而在交通方面呢交通部 我其实看到的新闻呢早上还看到了说 要考虑取消双铁自由座跟梅花座的禁令 但是呢刚刚有听到这个最新消息是 目前呢看起来端午节前好像还不会松绑 不过呢不排除说因为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疫情冲击 经济是蛮严重的嘛 所以呢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推出一些像是防疫旅游 组成例如什么防疫旅游采线团 来配合指挥中心的规划要推出安心旅游哦 可以看得出来旧经济真的是迫在眉睫了 像是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就说 金管会原本宣布个人的金融产品 包括像是房贷啊或者是车贷啊 或者是一些消费的贷款啊 或者是信用卡的款项等等 都提供还缴或是展员到7月底截止 但是在5月12号的时候 已经协调银行延长信用卡 以及其他个人贷的这个债务 这个协处机制期间 一直到这个年底的12月为止哦 所以民众如果受到疫情影响 或者是还款有困难的人 都可以在受理期限里面 向这个银行来申请还缴 或是展研3到6个月的 而且呢金管会也全面调查 说这个银行办理纾困贷款 手续费的收取方式 经过汇整之后就发现 可以分为免收定额收取 以及一合贷款额度 这个比例收取等三种方式 而金管会就说了 如果银行收取纾困的手续费的话呢 纾困贷款的手续费的话 应该是要公平合理 来符合纾困的目的 以及比例原则 如果贷款的金额 在新台币1000万元以内的话 手续费不能够超过1万元的 而另一方面呢 每年6月呢 开始实施的夏季电价 也就是说 每次6到10月的时候 这个电价收费 其实会比平常 其他时间的收费 会来的高一些的 那么今年因为肺炎疫情嘛 所以大家就说 民众少出门啊 再加上班 加上企业就是又苦哈哈的 需要纾困 所以工商团体就出来呼吁说 政府应该要取消夏季电价 但是经济部长 沈容金 昨天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 他也讲了 夏季电价确定不会取消 除了为了考虑到 公平跟合理性之外呢 也要考量到台电的财物 好 现在欢欢呢 私讯上面有跳出一些讯息 之前欢欢就讲明了 这个节目是不谈政治的 但其实昨天 大家讨论非常热烈的 就是李莱西跟小灯泡妈妈的事件 其实我基本上想法很简单 就是当时看到小灯泡新闻的时候 欢欢还是一个主播 所以那时候播报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真的是我看到觉得心非常非常的痛 那我觉得连我这个播新闻的旁观者 都觉得心这么痛了 更何况是家属呢 尤其一个心爱的女儿被这样对待 我觉得这样的悲剧 对家属而言都是很大的一个悲痛 更是会造成 我觉得社会在信任上 或是在人情上面 都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觉得不管政治立场有没有不同 那个都是个人立场 也无论如何呢 是不应该在家庭悲剧上面去 操弄一些仇恨的言论 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心疼的女儿 有听我跟看我这个节目的 听众观众朋友都知道说 欢妈跟欢欢的感情非常的好 而且未来我也可能会有生小孩 所以对于这样的仇恨言论 我觉得是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我也认为说任何人不管是支持 或是反对任何的政治立场 都应该要停止所谓的仇恨言论 我觉得不要再造成这个社会进一步的纷争 我一直都很希望说 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很开心的 很欢乐的 就好像是我的节目名称叫做生活有够欢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的生活应该是要欢乐的 那我也希望说这个社会真的是充满正能量的 就好像是我们讲到高雄 就会觉得说可能是一个蛮幸福快乐的城市 而讲到台湾就是充满温暖 充满人情味的 而不是说好像总是充满这种冲突对立 所以这个欢欢是今天针对于这事件 小小抒发一下看法 但我还是强调这个无关政治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国际间的新闻的部分 好来看到的是全球疫情呢 目前还是没有趋缓 但是各国呢已经逐渐的要放宽防疫的限制措施了 但是呢来看到Uber还是严守防疫的防线 就在13号的时候宣布说要求全球范围里面的司机啊 外送员啊以及乘客都必须要佩戴口罩 而且要求乘客一定要坐在后座 并且呢限制每辆车的乘客人数 从四个人减到三个人 而Uber也会透过司机跟乘客的APP 来更新通知这些规则的变动 那么希望说司机跟乘客可以遵守这个规定 如果不遵守的话 你可能账户就会被取消了 好那再看到说 这个很明显嘛 看到连Uber都还是谨守这个防疫防线 所以到底疫情是不是真的趋缓 我觉得大家还要再观察 尤其呢这个WHO的官员才说 可能新冠病毒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或者是要达到某个重要的控制点 才可能会恢复以往的生活 而在这之前呢 人类还是有很多慢慢的长路 需要来好好的努力的 而且病毒还可能会跟这个每一年 我们也知道嘛 每一年在全世界各地都会有一些 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啊 或者甚至是夺命病毒 这种很严重流感病毒 各式各样的病毒 那现在讲说这个这些病毒呢 他们可能都会混合 会发生一些变种 甚至呢可能会就成为一种社区病毒 不同的变种的社区病毒 所以就是等于就是WHO 他的意思就是讲说 这种病毒很可能不会有消失的一天 就很像是艾滋病到现在呢 一直都还没有消失一样 所以现在WHO提醒的是 希望全球要学习如何跟病毒共存的 这种消息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对于全球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重击 尤其是经济方面 欢欢喜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聊到经济方面 因为病毒呢 大家防疫在家里面 等于是让经济就变成是停滞了 所以来看到这个联合国 就在13号的时候预测说 这波肺炎疫情将会让今年的全球经济 萎缩3.2% 这个也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收缩 这个联合国发表的年终报告 就预测说 疫情会让未来两年全球的生产 缩减8.5兆美元 8.5兆是多少 大概是台币 算是大概是250多万兆 多万兆的台币吧 对 这等于是抵消了过去四年 这个几乎所有的增长 意大利也砸下了17.8兆来振兴经济 同时欧洲各国为了防疫 所以实施了旅行禁令 已经是对旅游业造成了很明显 很毁灭性的这种影响 像是看到这边欧洲很多航空公司 就被迫裁员裁掉了好几万的员工 而对于整个欧盟非常重要的旅游业 其实旅游业占欧盟区域里面的生产毛额 大概有高达10% 就是有一成左右 所以算是蛮多的 那可以很明显看到 因为这个防疫禁令 真的是对欧盟整个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党会去换换自己也很喜欢去欧洲玩 可是现在就是全部都不去了 所以现在看到欧盟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影响 他也公布说在今年的夏季 将会分阶段重启境内的旅行计划 希望能够挽救欧洲旅游业 受疫情大流行的威胁 被影响了这些百万人的工作机会 只是防疫跟旧经济 真的是要权衡一下 因为目前法新社会诊官方数据显示 统计到台北时间14号 也就是今天的凌晨三点钟 全球至少已经有29万4千多人因病死亡 而这个确诊病例也超过了430万5千多例 目前疫情也已经蔓延到了196个国家跟地区 而看到这么多人就是重症死亡 而看到之前就有一个英国研究显示 64%的重症患者 他的体重是过胖的 先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咨询小组 召集人张上纯就曾经讲过了 以现有资讯来看 肥胖以及体重过重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新冠肺炎 这个转为重症的风险因素之一 因为我们看到说 好像这个很多流感重症的人 都会出现体重过重 所以这个体重过重 有没有可能是导致重症的危险因子呢 确实在很多病例当中 就看到了几位是比较胖的 体重比较过重的感染个案 很快就转为重症的情形出现 所以呢目前来看这种科学数据 虽然是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说明 但是也真的是让很多 就觉得自己胖胖的一些 朋友们感觉到很忧心 对周围我慢慢就旁边就有一些 可能体重稍微重点 就会有一点忧心 有点担心了 其实就算不说这个肺炎 可能重症风险会增高好了 在其他方面呢 我们看到其他疾病方面 肥胖也常常是高危险因素之一 所以呢我们常讲说 体重控制的好 健康才能够掌握的好 稍后我们第二段节目呢 生活欢乐送的健康欢乐活单元 我们就请来了一位 减重的专门的专科医师 来教我们怎么样健康减重哦 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收集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到生活有够欢的 生活欢乐送单元 中广新闻网 有Telegram官方账号咯 没空找新闻 就follow中广新闻Telegram 重点新闻踢过来 实时话题 联系